夫君和儿子战死沙场 七座城池备战 陛下震怒 将我全族打入奴籍 押送边塞人肉护城 敌军功来时 我被绑在城门 亲眼看着我那本鹰死了的儿子 一赶银枪插入我的腹中 而我的夫君 正坐在战车军旗之下的帅位上 身旁是早年被驱逐出府的养妹 我的儿子亲热地称呼他 娘亲 以后无人再赶来你路了 而夫君则踩着我的尸骨 眼里满是兴奋 姜婉和 要是我唯一的妻 你早就该死了 给他腾位置 原来 他们战死是假 通敌叛国是真 目的是斩杀我 给宋燕让位 再睁眼 我回到夫君和儿子假死那天 将加182条血债 我要你们一笔笔还来 银枪插入腹中时 我猛地吐出一大口鲜血 我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之人 那是我精心呵护了18年的儿子齐佑 听闻他和我夫君齐说 一起战死沙场时 我痛哭了七天七夜 陛下震怒 这一他们通敌叛国时 我散尽家财 也要为他们证明 即使我将加全族 被打入奴籍 押送边塞人肉护城 我还在维护他们的名声 可现在 杀我的 就是我的儿子 你这个毒妇 去死吧 他一枪又一枪地刺在我身上 又下令屠杀我全族 将加182个人的鲜血流了一地 将整个城门都染红了 我满目通红地瞪着他 为何 他挑眉轻笑 哦对 你还不知道吧 其实 我压根就不是你的儿子 我的亲娘是宋燕 而你 不过是我和父亲的一颗棋子罢了 宋燕 我那早年被驱逐出江府 然后被卖去敌国为军纪的养妹 姐姐 好久不见啊 还要多谢你 替我照顾夫君和儿子了 宋燕缓缓缓从敌军主帅的战车上下来 居高临下地屁腻着我 谋中满是嘲笑 齐又亲热地上前扶住他 娘亲 以后无人再赶来你路了 宋燕微笑着摸了摸他的头 真是我的好儿子 而齐硕我真心实意爱了二十年 此刻已成了敌军主帅的夫君 狠狠一脚踩在我的身上 江婉和 要是我唯一的妻 你早就该死了 给他腾位置 他转身轻逆地将宋燕揽入怀中 来人将此毒妇千刀万剐 替夫人出气 我流着血泪 满目通红地瞪着他们 原来 一切都是一场骗局 而我将加182条人命 只是他们为赢回宋燕的踏脚石 我 死不瞑目 抱 边军八百里加急 边疆连丢七成 主帅和少将军 拼死迎敌 战死孤城 再睁眼 我回到了齐硕和齐右 假死那天 齐硕和齐右的棺木 已被副将护送回京 此刻 齐家的下人们 正跪在棺前替泪横流 哭得气不成声 老爷 少爷啊 可怜的少爷 才十八呀 哭声震天 不知情的人见了 怕是真的信了 齐硕和齐右 战死的消息 我冷冷瞥了眼 面前的两具棺木 谋中只剩下恨意 这不过是 他们做了一场戏罢了 这两人 此刻怕是正在 千里之外的敌营 滋润快活 那七座边疆城池 压根就不是战败 而是他们开成 投敌献上的礼物 目的就是要将 早年被驱逐出境 转而被卖去敌国 为军纪的送烟接回来 前世的我 中了他们的骗局 整整二十年 我活成了一个笑话 还害得江家 182条人命 无辜枉死 重火一事 我只想复仇 我命人搬了张太师椅坐下 都别哭了 既然人都死了 大家届时来 领了遣散费 便早早散去吧 文言 方才还在哀嚎的众人 都止住了声音 夫人说什么 老爷和少爷 可尸骨未寒呢 怎的就如此焦急的 要分家产了呢 齐家多年的方管事 收了泪 义愤填膺的 指着我质问 方管事跟了齐朔二十年 在齐家有着极高的地位 此前也是多次顶撞过我 而跟着齐朔的副将方怀 就是他的养子 前世我沉浸在夫君和儿子 双双战死的悲痛之中 竟没有看出来他们的诡异 如今 我清清楚楚地看见 他眼中的算计 哪有一分死了主子的哀痛 此刻只怕还想诃骗我 让我信了 他们是真的战死 好快快迎回主子 他的儿子方怀 也在一旁搭枪 是啊夫人 主帅和少将军 此刻还孤零零地躺在关中 还是要尽快让死者入土为安啊 我淡淡道 老爷出征前 便已留下口信 若是他战死沙场 便让我遣散了这府中众人 大家各自奔前程 方管是促眉反驳 绝无可能 就算老爷不在了 但府中还老太太 老爷平生最重礼法孝道 若是将我们都散去了 谁来伺候老太太 的确 其说一直以来都孝明在外 平日也经营着自己 遵理重法的人设 如若不然 也不会为了明媒正取送烟 而对一手扶持他成为主帅的 我痛下杀手 我抿了口茶 不疾不虚道 既如此 那我们便开棺问师吧 不仅是方管是和方怀 在场其他人也都目瞪口呆 夫人您在说什么呢 老爷已然生死 如何能问出什么 我白手打断道 老爷走前留下秘书 嘱咐我 如若他死后家中 有人不服我的安排 就可开棺问林 只要在七天之内 他皆会上身回答众人疑问 老爷为国战死 夫人却信奉邪门秘书 要开棺辱师 这成何体统 我逆了一眼愿中的方怀 你不过是早年我江家捡回来的乞丐 欺负几十轮的道 你来画师了 真是可笑 当年救他的 分明是我江家 只是后来 我看方管家年老五子 才让他认了方管家做爹 可这两人却狼狈为奸 恩将仇报 害我江府 见我不仅提起往事 还在众人面前接他的短 方怀面上青一阵红一阵 也不怪他自卑 当年捡到他和宋烟时 二人一不避体 顶着一头鸡窝 身上更是脏得见不着皮肤的颜色 还浑身发臭 当年将他二人收养 一个教书习武 一个任做养女 从小锦衣玉石地供养着 却不成想来日会被这两头白眼狼 设计陷害 老爷已去 齐府皆要听我号令 未免众人不服 就更要开关问灵了 开关 一声令下 我从江家带来的人 便上前要开关 方怀面色不愉 却又无正当理由阻止我 急得额头直冒冷汗 所以 正如我所料 齐硕和齐右绝不在这关中 前世的我骤然得知噩耗 只顾着伤心欲绝 未曾发现其中蹊跷之处 更不可能怀疑自己的枕边人 和精心呵护多年的儿子 会以此作局 陛下圣旨送到江家 说齐硕和齐右通敌叛国 将我全组打入奴籍 押送边塞人肉护城 我一双眼睛激进哭瞎 不顾大雨倾盆 在宫门外长跪不起 大雨混着泪水流了满面 不顾一切生死力竭的喊冤 齐家终军爱国 请陛下彻查 我曾爱他们入骨 即便是拼了自己一条性命 也要保全他们 为国战死的英烈形象 即便证据确凿 也认为是朝中有人故意构陷 绝不相信 他们会是通敌叛国之人 只可惜 真心错付 还不让开 方怀拼死将身后两具棺果护住 不让人靠近一分 夫人 老爷和少爷师身已然封关 此刻开关便是对死者的大不敬 他们死不瞑目啊 他一边阻止 一边给方管事地眼色 老爷这一路颠沛流离 若是身后之事 都不能好好操办 只怕外头人人都会说 其家的人 做事没有规矩章法 他的话 带动了其他下人 是啊 夫人 死后开关 那是万万不能的呀 这怕是老爷和少爷得死不瞑目啊 我摔了茶展起身道 身后是 老爷此战连丢漆做城池 陛下怕是早就雷霆震怒了 等一会陛下的降罪圣旨一道 莫说领了遣散费各奔前程 只怕是所有人都要流放边疆 文言 一众吓人全都默不作声了 他们本就不是什么忠心为主的角色 先前帮着说那些话 不过是想 今日只是传出去 为他来日另寻他主食 求个方便罢了 毕竟前世 他们可是 最早卷了金银细软 逃出祈辅的 方怀见此既不成 便只能对身后的官果严防死守 将他脑中的词汇 全都搜刮了个干净 夫人未免太过狠毒 即便是老爷生前 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方 死者为大 此刻也应当摒弃前嫌 让死者入土为安 况且 你一个后院妇人 如何你能管前院之事 还得请家中老妇人前来主事 就像是随教随道的忠犬一般 话音高楼门外 就传来了奇母的声音 无知妇人 休要动我而官果 能来得这么快 只怕是方怀一早 就派人通风报信了 奇母刚进前院 便如同方怀一般 立刻护在两具官果前面 他远远地催了口唾沫 你这毒妇 与我儿和孙儿什么仇什么怨 就这么见不得他们好 还要让他们死不明目 可怜我姝儿和幼儿 为国捐躯 尸骨为寒 你竟要当着众人的面 开关吐尸 你简直枉为人父和人母 单开祠堂进猪笼 我冷冷地看着此刻 一份填膺的奇母 心中只剩下恨意 奇家本早已没落 只剩下一个空壳子 如若不是靠着我江家 哪有如今的辉煌 我让我爹扶持着奇朔 一路做到了主帅 又拿着我的嫁妆补贴 祈福 撑着他们的颜面 可前世 即使我全心全意地 为他们付出 到头来 只得到我这婆母的一句 早早送这人去死吧 现在 他着急顾着官果 对我恶语相向 字字句句骂我 不遵父君失守 贬低我为人品行低劣 不过是 怕我真的开关 揭穿他们的骗局罢了 他甚至都顾不上表演一下 失去亲子和孙儿的哀痛 面对他的唾骂 我面上表情毫无波澜 只静静接过 是女心上的茶盏 慢悠悠地喝着 何事如此喧闹 门口迅速进来一众士兵 而待我看清领头人的身影时 顿时泪眼盈眶 是兄长 前世 兄长为护我 被骑硕下令万箭穿心 死后 他的尸体还要被吊在城门口 每日被人鞭吃市井 可怜我那身怀六甲的嫂嫂 被人生po运渡 而我那尚未出生的侄 被他们po出来拿去喂了狗 江家一家忠烈 被骑硕和骑右这两个白眼狼 陷害惨死 此刻再次见到活着的兄长 我抑制不住地想哭 兄长缓缓躲步 走到我面前 朝我投来一个安抚的眼神 随后 他转身棱眼扫过众人 拿出一块令牌 陛下有纸 众人心下一惊 迅速朝着声音来出跪下 祈辅一切事物 交由江婉和打理 任何人不得违逆其安排 其母和方怀等人猛的一阵 江大人 树儿和幼儿如今尸骨未寒 可婉和他却要开关 这是让他们死不瞑目啊 是万万不能的呀 幼儿也是你的外甥 难道你想看到他们死后 还要被人折辱吗 我那婆母泪眼汪汪地望着兄长 似是想要小之以礼 动之以情 兄长居高临下地望着他 怎么 你是对圣上的旨意有意见 何 是否需要为兄给你添一些人手 看着他身后一个个魁梧的军中汉子 跪在地上的其母 不禁打着寒战 兄长本就是将士出身 只因为我让父亲提拔奇朔 兄长为了避嫌 这才退出军营 去居做了侍卫长 想到我为了两个白眼狼 硬生生害兄长断了他的将士梦 此刻我真是懊悔莫及 对上兄长安抚关切的眼神 我强忍下信中那一份歉意 微笑谢过又恭敬 将他请进前厅上座 在转身时 众人早已变了脸色 这种臣子家事 皇帝自然是不会过问的 如今却还特意下旨干涉丧仪 自然是因为我 给江府帝了密信 信中说明了 其又非我亲生 以及其朔和其又假死的计划 还囊括了他们通敌的种种嫌疑 罗列了几项其朔的可疑举动 以及其在京中布置的接头点 我让父兄向陛下表明 江家全族忠于朝廷 愿为陛下查清 其府与敌国勾结的原委 如若属实 江家定会大意灭了 其府这门亲 结合本次战败的蹊跷之处 陛下自然会另外派人查证 加上兄长身为侍卫长 本就是陛下的亲信 前世如若不是其朔 无耻陷害牵连 陛下是不会迁怒江家的 如今兄长率先表明忠心 陛下是乐于见到 有人替他排除一己的 齐朔自以为机关算尽 却不成想出了陛下圣旨 这样一个变数 我居高临下的屁腻众人 冷冷道 开关 风关的长钉被一下下撬出 婆母和方怀等人的脸色 也在这阵阵声响中 越发的惨白 其他下人 也都贼头贼脑地盯着棺果 准备一探究竟 尸臭味瞬间散出 即便喂在屋檐之内 整个前厅也有充斥着 令人作呕的味道 再看棺果内的尸首 早就已经腐烂得面目全非 我可怜的儿啊 婆母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 扑到了棺果面前 掩面哭泣 你战死沙场也就算了 可怜死后 还要被人开关折辱 早就劝你 不要娶江家嫡女 你偏不信 你看看 如今死后 她是如何羞辱你的 方怀跪在地上 假模假样地抹了把眼泪 早就与夫人讲过 老爷的尸首 一路颠沛流离 早就不成样子了 怎可开关问林呢 可你偏偏不信 如今 我可怜的老爷啊 真是命苦啊 我冷冷地扫了他们一眼 抬手指着齐佑的棺木 来人 将这个也给我开了 他们一听 我还要开齐佑的棺木 瞬间就急了 婆母满脸愤怒地指着我 世上怎会有你这般 如此恶毒的生物 开了夫君的棺果还不够 还要开亲生儿子的棺果 你就不怕死后遭到报应吗 报应 我冷冷一笑 我最大的报应 就是前世信了你们的谎话 害我江家一族惨死 婆母莫非是想违抗圣旨 齐母猛地一顿 看了眼面前一众侍卫 默默松开手 推到一侧 来人 开关 齐佑的棺木也被打开 令人作呕的湿臭味 变得更浓了 婆母假装悲痛地跌倒在地 颤抖着指着我 什么开关问凌 这世间哪有此等邪门秘书 不过是你想要开关铺诗 羞辱我儿和孙儿的借口罢了 你好歹也是江家名门之女 却不成想 静这样的心肠歹毒 今日我如果不开祠堂 将你家法处置 便是网为人母 我的视线越过他 扫了眼两具棺木中 早已腐烂彻底的尸体 与兄长相视一笑 我夺不坐回到太师椅上 看向方怀 护送棺果回京用了几日 老爷又是何日战死的 方怀与婆母和方管家二人 对过眼神后 方才不卑不亢道 战报上写的清明 将军于三日前战死 两日前 我等启程护送棺果回京 末将一路快马加鞭 生怕将军失守 在路上会遭贼人毒手 不吃不睡 整整两日终于抵京 我换了个姿势品茶 不急不徐道 尸身要腐烂到此地步 少说也要七日以上 可老爷和幼儿 明明死于三日之前 如今正是深秋之际 又怎会腐烂至此 放下茶盏后 我才正色看向方怀 棺木中人 绝非我夫君和儿子 来人 将伪造尸身的犯人 给我拿下 众侍卫纷拔剑 将方怀团团围住 见到如此阵仗 方管师和婆母 也早就下得腿软贪坐在地了 方怀此刻也是冷汗层层 绞尽脑汁 也想不出一个合理的说法来 毕竟 真正的齐硕和齐右 正在千里之外 好好地活着呢 说不准 此刻正是美人在盼 美酒佳肴地享受着 思极此 我忍不住冷笑一声 你用这假尸体 莫非是想 匡骗陛下 谋逆造反 文言 方怀的脸色瞬间惨白 吓得直颗头 末将万万不敢啊 夫人和江大人明见 末将绝不敢作词 等大逆不道之事 许是前线战士吃紧 营中又缺了主帅和少将军 末将心中牵挂战士 一时匆忙将棺果弄错了 说着 他心中也渐渐有了底 直起身子道 是末将的失误 末将即刻动身回去 将弄错的棺果巡回 只是届时问灵之事只怕 三言两语又想将矛头对准我 这点上不了台面的伎俩 我打小就见得多了 或许是我远在京中厚宅 竟不曾知晓 军中现在已经富裕到 人人都准备了一口棺果 还是用的如此上等的木料 我们大前真真是九州第一大国呀 方怀得意忘形道 夫人说笑了 军中乃是最苦寒之处 打起仗来 时常连饱腹都成问题 怎么可能 啊 此言一出 方怀就恨不得给自己的快嘴一巴掌 我重重放下杯子 起身冷冷道 既然如此 那便是有居心叵测之人 偷换了尸身 若有人借着老爷和幼儿尸体的名义 大作文章 那我们齐家可就万死男子其就了 姿势体大 我一个傅道人家是断没有处理的能力的 还请将大人将方副官连同官果带回 再细细审问一番 真是可笑 以战事为借口罢了 说说漂亮话 谁又不会呢 大人不可 还不等他们说完 兄长已经一声令下 将相关人等全部拿下 官果也一并带走 侍卫一个个凶神恶煞 婆母和方管家又怎么有反抗之力 见方怀和官果被带走 婆母气急败坏地转头 对我口注笔伐 你为何见不得我儿和孙儿入土为安 齐家娶了你 真是家门不幸 我故作惊讶道 娘 你说什么呢 齐家何时娶了我 这府邸虽然挂着齐府的牌子 可当年齐朔可是入坠我们江家的呀 这宅子也是我的陪家之一呢 更何况 连尸身都没见到 我觉得老爷和幼儿根本就没有死 话音落下 这几年才来的几个家丁 全都用比仪的眼神注视他 齐朔向来要面子 江家从未对外讲过他入坠之事 他自己更不可能去说 所以 这是知道的人甚少 婆母的脸此刻 直接红得要滴出血了 大骂几句就飞快地逃了 一侧的方管家 也急匆匆地追随着他而去 我冷冷地盯着二人的背影 此刻只剩下滔天的恨意 自我重生之日起 我就在谋划今日 必要保下江家 前世 我不顾一切地为齐家申冤 婆母本是与我们江家人 一起被押送边疆的 我被冲昏了头脑 只顾着齐家的人 将自己的生生父母 忘在了脑后 婆母时不时就喊病痛 我便不辞辛劳地照顾他 江家每个人到最后 都面黄激瘦 向来端庄爱美的母亲 乍眼一看 与那山村也父并无二致 反观自称腿脚不变 体弱多病的齐母 愈发的面色红润 直至抵达边疆战场 他却凭空不见了踪影 我还在四处张望寻找他之时 腹部传来剧痛 顺着贯穿我的长枪看去 抛枪之人 正是我掏心掏肺 照顾多年的儿子齐佑 而我的好夫君 此刻正踩着我娘的尸骨 眼里满是兴奋 这是你们江家欠腰的 可当初若不是江家 宋烟又怎么有命活到现在 若不是他入坠江家 靠着江家在军中的人脉和声望 他又如何短短数年 便坐上主帅之位 可他却设计害了我江家182口 畜生不如 直至我倒地闭眼 才看清娘亲 至死都担忧地望向我 想必他也曾拼命呼喊过 帮我拖延时间 只是我 思及此处 眼泪便如流水一般 顺着眼角向下滑落 无论我怎么擦都止不住 似是要将过往所受的 冤屈与悔恨全部留干 可如今 我定要他血债血偿 何而 身前缓缓传来一个嘀嘀的呼唤 我抬眸 便看到兄长一脸担忧地望着我 我平退左右 将兄长带到自己的住处 扑通一声 我跪在地上 朝兄长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 兄长 是何而错了 再抬眸 我已泪流满面 兄长缓缓蹲下身子 扶起我 何而 这不是你的错 是他齐家恩将仇报 害我将家182口人命枉死 这笔仇 我们定要一笔一笔跟他们算清 我的瞳孔猛得一缩 兄长你竟也重生了 兄长望着我 重重地点了点头 不止我 还有爹娘 我猛得一顿 爹娘他们也重生了 想起前世爹娘 因为我所遭受的痛苦 我的眼泪就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兄长 是何而食人不清 引狼入室 害得前世江家被灭门 爹娘他们 还有兄长 嫂嫂 何侄儿 兄长上前 缓缓握住我的手 何而 我们没有怪你 爹娘他们更自责 将你推入了齐家这个狼窝中 如今上天怜悯 给了我们重生一次的机会 这一世 我们必要护住家人 守护朝廷 让那些贼人血债血偿 我望着兄长坚定的目光 重重地点了点头 此生 我必让齐家付出应有的报应 何而 你可想过 岂说为何要假死 兄长拉着我坐下 问道 我点了点头 大致能猜测出一二 重生之后 我增细细想过 前世的许多不明之处 宋燕不过是敌国军中的继子 若是想换他回来 何至于要献上七座城池这样的厚礼 直到前日我才想明白 齐朔只怕不仅仅是要换回宋燕 而是要借着敌国的兵力带兵谋反 毕竟此次开战 是敌国进犯在先 如若一举灭国 将会招来天下诸国的讨伐 但如果有齐朔在 就不一样 而古往今来谋反之人 都需要一个名正言顺 倘若他没有丢失这七座城池 便不会惹得陛下雷霆震怒 甚至还要对他嘉奖追风一番 如是如此 他们便没了启示的正当理由 所以 一定要逼得有人在此事之中丧命 那人自然不可能是他的母亲 而我和江家那182条人命 便是齐朔的名正言顺 更是让宋燕没了任何阻碍地 成为他的妻子 思极此 我谋中的恨意欲甚 齐朔如此大费周章 真是深谋远虑 将一切后路安排得明明白白 唯独我江家 被他当成了踏脚石 兄长听了我的分析 朝我欣慰地笑了笑 和儿 如若不是齐家束缚了你 你必当是女中豪杰 我微微一愣 是啊 我江家三代 皆是将士出身 我虽为女子 却也从小洗得武艺和兵法 若不是齐朔上门求取 我也会上战场见战功 他说 男儿志在四方 希望我成为他坚强的后盾 因此 我顾不自封在齐家这小小的后宅里 替他操持家务 如今细细想来 这何尝不是齐朔道德绑架了我 让我替他当牛做马 他却蹭着江家的好处步步高升 最后又反江一军 将我江家灭了满门 齐朔 你还真是好手段 兄长慢悠悠地喝了一口茶 和儿 你可知 你那好婆母 刚刚出门 去见了一个人 我望着他 微微一笑 送烟 兄长与我相识一笑 自重生以来 兄长和我都各自派人 紧紧盯着齐母 就在刚刚 探子来报 他悄悄出府去见了人 正是当初被逐出江府的宋燕 一提到这个脏心烂肺的女人 我就恨得牙痒痒 当初江家捡回他后 吃穿用肚 接受我用什么 他便用什么 父亲更是收他做养女 从不亏待 可三年前 宋燕在琼林宴上 下药勾引城王柿子未遂 东窗事发 还死不悔改 为了此事 父亲母亲是在城王府 赔尽了笑脸 更是送了不少奇珍异宝 才平息了城王一家的怒火 可他非但不领情 更是当着众人的 面对我父母破口大骂 凭什么他将晚和 可以嫁给将军 而我就得配一个市井商人 我偏要嫁得比他更好 我为自己正一个锦绣前程 又何错之有 虽说给他说的亲事 是商骨之流 但那可是江南首富家的 嫡出公子 如何佩不得他了 为此母亲伤心地病倒 父亲动了大怒 最后决定将其逐出京都 但也是给足了购用后半生的银两 只是他习惯了花钱大手大脚 短短数月 就将钱财耗尽没了消息 然后几经辗转才得知 他被迈入敌国军营 可那时两国战士一触即发 将家想救也为时已晚 可我不知道 他竟早已与其说有了首尾 二人还生下其佑这个白眼狼 替换了我的孩子 而我那真正的儿子 却被他们送去了乱葬岗 喂了野兽 一想到我可怜的孩子 一出生 就被他的亲爹害死 我狠狠捏碎了手中的茶杯 孩子 别怕 再过不久 那些害死你的凶手 我都会加倍奉还 刚收拾好茶杯碎片 就听见院中传来婆母叫骂的动静 这府里的人是都死光了吗 一早浇水伺候喜树 就不见人影 如今都晌午了 也不见伺候午膳 将是你如此苛待婆母 这是要翻天吗 我静静看着来人 等到他站定了 才推开房门 娓娓道来 婆母还不知道吧 您刚出府那段时间 陛下又来了旨意 夫君如今有通敌叛国之嫌 按照规矩 本是要全足下狱 但念在将军往日的军功份上 只是伐末家产遣散仆役 所以今日才没人伺候你 其母都不相信我的说辞 当即博道 你说伐没了仆役 那为何你院中之人一个也没少 还说不是苛待我 无知妇人 竟连陛下旨意都敢质疑 兄长大步从房中夺了出来 眼神冰冷地盯着其母 其母猛地吓了一个哆嗦 跪在了地上 臣妇不敢 兄长冷冷地视线扫过他 看向我 缓了缓语气 和陛下旨意不得不从 但为兄已派了江家的人来服侍你 我江家带出来的人 自然不用遣散 这府邸也是江府名下的 如若有人欺你如你 你便将之赶出府便是 说着 他还刻意看了眼跪在地上的其母 其母吓得颤颤发抖 根本不敢抬头看 我朝兄长笑了笑 多谢兄长 兄长朝我点了点头 便离开了 兄长刚走 我那婆母便立刻从地上站了起来 指着我怒骂 你这毒妇 分明就是仗着你兄长来夺我其家家产 我就不信了 我偌大的其家会分文不胜 我懒懒地扫了他一眼 婆母可真是年纪大了 容易忘事 其家早年便败落了 现在你穿的一针一线 包括你站的这一砖一瓦 可都是我江家的 如若不然 此刻你怕是要睡大街了呢 其母不信我的话 匆匆带着方管家 去查看库房和各处房产铺面 结局自然是一样不胜 不仅家仆悉数遣散 库房中往日的赏赐 更是一半空 铺面也都齐齐打了封条 府中没有银钱 他吃糠宴菜了几日便熬不住 又到我的院中闹了一桶 只是被侍从拦着进不来 半月后 他终于熬不住 带着方管家再次出府 与送烟见面 侍从来报 说是他们三人正商议 如何才能让齐硕 有充分的理由启示进京 我叹了口气 前世我究竟是有多傻 才能被这些人算计了去 就因为盲目爱错了人 不顾父母阻拦非要结亲 自以为密得好郎君 结果却是给自己 谋了个满家灭门的下场 我整理好情绪思索一番 看如今的局势 等他们自己想出法子 我是没耐心了 那便为他们添把火吧 齐母和方管家刚进府门 就听见侍从惊慌失措的声音 老夫人不好了 快进来看看吧 文言 她虽不解 却也因着好奇 快不赶到前厅 啊 毫无准备 看见长发覆面 躺在血泊中毫无生机的我 齐母忍不住惊叫出声 这 这这 这怎么回事 侍从柜坐在地上 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您出府了没多久 陛下就派进位统领 来府中拿人了 说是咱们将军 通敌叛国罪证确凿 要诛连九族 咱们夫人不从喊冤 当场就被斩杀了 呜呜 她面上坐着痛心疾首的表情 甚至用衣袖抹了一把 根本就不存在的眼泪 苍天无眼啊 怎么就让我的儿媳 死得这样惨烈 呜呜呜 就连方管家 也假模假样地哭了起来 夫人啊 你怎么这么命苦啊 还没有来得及 将接下来准备的台词哭完 就听见侍从继续说道 如今 如今禁卫统领 正满京城地寻你们呢 听到最后一句 齐母如临大敌 哎呀 这这这 这 这么重要的事 你为何现在才说 是想害死我吗 她顾不得假哭 飞快地去自己房中 收拾了紧剩的一些细软 最后在离开前 看了一眼 倒在血泊中的我 飞快地带着方管家 从后门跑了 从她进府到离开 还不过短短一炷箱的时间 而从始至中 她都没有询问过我的情况 也没有上前查看 我是否真的断气了 即便他们哭得很大声 我也没有错过 他们离开前 眼中动发出的惊喜 确定人已经走远了 我才坐起身子 望着他们离去方向 有些惋惜地叹了口气 为了更逼真一点 我甚至吃了龟西碗 好让他们探不出我的鼻息 可惜 浪费了 我梳洗换了衣服后 来到侍从回报的地点 看看赶上他们 和宋燕的街头 你们说真的吗 宋燕听见我 生死的消息 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之情 齐母也是一样的雀跃 心中的畅快 都要怨然指上了 是真的 我亲眼所见 她倒在血泊中 全然没了气息 来时也敲磨打探过了 确实有禁卫的人 来过将军府 方管家在一旁连连点头 千真万确 齐母上前拉住宋燕的手道 好姑娘 这些日子 真是让你受委屈了 宋燕渲染玉气 没什么的 当初若不是齐哥设法 将我送去敌国安置 又散播了 我被卖入敌军的消息 只怕 如今还要受那 江家的人掌控呢 听至此 我这一口牙都要咬碎了 所以根本没有什么 被卖入军营为继 这一切都是他们早有谋划 齐硕早就准备要谋反 这一切不过都是他们顺水推舟的计策 齐母叹了口气 俨然一副慈母的模样道 当初你们二人 本就狼情惬意 若不是江家已全是胁迫 我儿又怎会入坠 江福与那毒妇结为夫妻 这些年你受了不少委屈 不过好在 那毒妇已死 幼儿也安然长大 也算是我们齐家给你一个交代了 当初父亲母亲不同意婚事 你们二人带着齐硕跪着 要入坠时 可不是这么说的 当务之急 是要快点把京中的消息传出去 我已经备好了车马 即刻启程 只是 宋燕欲言又止地看了眼齐母 只是如今形势不明 您老和方管家 还得委屈在京中躲藏些时日 闻言 齐母有些不满 方管家也是一正 但两人对视一眼后 还是点点头妥协了 等宋燕走后 我才从暗处走出 见到我活生生地站在他们面前 二人吓得尖叫连练 转身就想走 却被提前埋伏的侍卫们 团团围住 你 你你 你是人是鬼 我将盖住脸的斗篷摘下 冲他们微微一笑 自然是 来向你们索命的恶鬼 宋燕将消息传出之后 边境很快传来了 齐朔和齐右起兵谋反的消息 前世他即便是手握重兵 仗着事发 突然也是打得磕磕绊绊 整整十日才到京城 而今生 有了我与兄长的提前筹划 这一路 他可谓是以战神之字底经 不过短短四日 已经快到京城外了 齐朔每路过一处城池 都要烧杀掳掠一番 纵容手下抢抢民女 踩踏凉田 据说日前他还在军营中大言不惭 说江家的神机营养的都是废物 不过听了唬人罢了 可他不知 这一路他所攻略的城池 不过是神机营给他制造的假象 他还在沾沾自喜 唾手可得的胜利 然事实他的处境确实 前有狼后有虎 头上早有利刃悬空 只带一件封喉 兄弟们 陛下不仁不义 还望助我为王妻报仇血恨 娘亲 孩儿来为你报仇了 他身旁的齐佑一脸的悲愤 举着长枪 直直地朝城门攻来 两人的话 精准到位地激励了将士们的士气 敌军攻到城下时 我身着玄色铠甲 立于城门之外 兄长站在我身侧 而我们身后 是训练有素的神机营 敌军战车军骑之下 坐着我那多年前 被驱逐出府的养妹 而骑着战马 立于镇前之人 正是我那日思夜想的好夫君 和好儿子 两人看到我时 皆是大大的震惊 齐硕更是震惊的一时忘了遮掩 江婉河 你居然没死 言语中的震惊与贤物之意 是个人都能听得出来 毫无一丝惊喜 众将士也被这前后极大的反差 看得一头雾水 我当然没死 还要活着娶你狗命呢 我勾唇一笑 挥手命人将其母语方怀 方管家三人带上来 齐硕 若你趁现在投降 你母亲的命还能保得住 此时 齐硕与宋燕 齐佑等人都已经回过神来 知道自己是被我设计框片了 但如今已是骑虎难下 今日就是硬着头皮 这仗也得打完 毒妇 原来是你勾结昏君 如今竟还要以自己婆母的性命来威胁我 当真丧心病狂 想必为了天下大义 母亲会体谅我 牺牲自己的 文言 我抽出长剑 干净利落地砍下三人的人头 鲜血见了我一脸 宛如从地狱中爬出的索命恶鬼 见我面如修罗 饶是酒精沙场的众人也倒吸一口凉气 既然齐将军都如是说了 那我便听从你的意见 替你结果他们好了 我脸上挂着怨毒阴狠的笑意 齐硕被我盯得打了一寒战 我于战马上高呼 如今我还活着 便是他齐硕对众人行骗最好的证明 陛下不仅没有苛待齐家 更是在将军战死的消息传回后 赏赐了许多真齐作为抚恤 陛下是为施行人证的千古明君 而齐硕与齐右 则是那被信弃义的人 只为满足一己之私 献全军将士于不顾 将士们 齐硕假借我之死来 煽动众人谋反 视为不义 一路烧杀掳掠 不顾及大前百姓 视为不仁 如今又舍弃了自己生身父母的性命 视为不孝 不论阵营 人人得而诛之 随着我一声令下 身后神经营的将士一拥而上 齐硕的军队 还没从刚才的变故中反应过来 即便是少数已经看清局势的人 此刻也是人心惶惶 毫无招架之力 仅仅半个时辰 齐硕的军队便败下阵来 齐硕和齐右 领着剩下几百军士 想要回撤 却在半路 被从边城一路收复城池 而来的部分神机营拦截 呈前后包围家机之势 关键时刻 他们竟想弃将士们于不顾 带着宋烟妄图杀出重围 我即刻拍马而上 搭弓挽一气呵成 一剑射杀他的马匹 他与宋烟二人翻滚在地 挡住去路 见无处可逃 齐右吓得立刻跪在地上 向我求饶 娘 是孩儿错了 可我是你十月怀胎 生下来的亲儿子 你一定也舍不得的 对不对 我冷冷地盯着他 我可生不出你这样的白眼狼 你 你都知道了 齐右一脸震惊地望着我 前世被他长枪刺入腹中的痛意 再次袭来 想到我那刚出生 就被调包惨死的孩子 还有我这十八年 将所有的宠爱 都给了齐右这头白眼狼 到头来他却恩将仇报 我挥起长剑 毫不留情地 砍下了他的头颅 齐右甚至连震惊的表情 都还未来得及受 一旁的齐朔 见事情败露 立马换了一副 真心悔过的面孔 何儿 你真的忍心杀我吗 你我二人多年结发夫妻 虽如今有了些局语 可终究是有情分在的 我居高临下道 哦 我们之间还有情分可言 那 宋烟又算是什么呢 我那被你们亲手害死的孩子 又算什么呢 他见我没有立刻发难 还以为是有转机 立马笑脸相迎道 自然 一直以来我都是真心爱你的 不过是一时被他迷了心智罢了 可心中真正所爱之人 还是你呀 齐哥你 我为你生下了幼儿 你分明许诺了我皇后之位的 见我醋眉 齐说立即拎起长枪 毫不犹豫地刺入宋烟腹中 你莫要再挑拨我与夫人的关系 齐又不过是个野种罢了 有什么资格继承我的皇位 宋烟一脸不可置信地 看着眼前之人 不敢相信 此前还与他海誓山盟的许诺皇后之位的人 此刻却毫不犹豫地刺穿他的身体 我冷笑看着眼前狗咬狗的这一幕 长枪贯富 正是与我前世一模一样的死法 我一点也不同情宋烟 他有今日皆是旧游自取 我心中只觉畅快 和尔你看 讨厌的人 我已经杀掉了 若是你的神机营与我联手 我们一起攻入皇城 杀皇帝老儿个片甲不留 那你便是我唯一的皇后 我撑起下巴思索一番道 听起来是个很诱人的选择 文言 齐朔的脸上绽放出算计的笑容 不过 我还是更想 娶你向上人头 啊 手起刀落 齐朔的右臂便被我斩下 他顾不得疼痛四下逃窜 我并不急着去追 翻身上马 玩味地笑道 但又觉得那样太便宜你了 将士们 给我上 一声令下 全军将士悉数纵马 追着落荒而逃的齐朔 与剑一支支地射向他 却又故意不射中要害 要他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许久之后 我才弯弓搭建 射出了今日最后一支语剑 齐朔应声倒地 像条巴狗一般 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我调转码头 将士们 回宫领赏 在抬眸 我看到爹娘还有兄长站在城门口 笑意盈盈地望着我 我朝他们舒心一笑 前世血仇 终是于今日得报 甚月 全文完